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涉及到移住宫门 深似海 过去溥仪就曾经说过 说紫禁城表面上看起来一片平静 实际上内里秩序一片混乱 溥仪当时晚清的时候 他有这个 现在你知道吗 人家北京故宫博物院 我为什么说最近成新闻呢 首先我在飞机上我看参考消息 这个外电都发表评论 因为就是一连串的这个事情 但是呢院长郑新淼先生 就是说这个前日首度逐一回应事件 就是这个态度 就是公开的回应 说所谓石崇门呢 什么石崇门 石崇门呢 所谓展品被窃案 仅期错字啊 错字门呢 还有你刚才说的会所门呢 还有这个什么 还有个盘子 隔摇门呢 隔摇门呢 隔摇门 你像我跟你说 那天我有个朋友 天安门 地安门 我那天有个朋友跟我说 我说咱们这个 有些人的英语水平非常有意思 说他在电影院嘛 有个人要做他那座位 后来他问说你做哪排 那人说我做鸽牌 那个是哪个是鸽牌 鸽牌是什么 记啊 做鸽牌 我就想起鸽鸽牌 还有什么这个文物 蛮爆文物损毁案 这个屏风被水泡坏案 封口废事件 斯麦文物谋利 古迹丢失 就在你在俄罗斯那十几天 故宫经历了冰火五重天了 这现在说只是以传出去的说 真正证实还有待于方家证实 冰山一角 对对对 你像这个郑院长 人家讲了 说 失窃门 错字门 各邀门 这三重门 故宫算正式承认 蛮爆门被证明部分属实 古籍门 就是说问题很复杂 从1950年开始 这么多年 说一百多册的图书 还对不上 对不上 所以呢 仍在继续清查 目前尚无定论 其余五重门的真实性 未得到故宫承认 但是这个新淼院长也说了 说这个案件暴露出 我院闭馆清场 报警设施 设置 重大作案预判 及相关测试等 关键环节出了问题 我和院领导班子 都做了深刻检查 对分管的院领导 各级相关负责人 追究责任 行政警告 既过既打过 开除留言查看的处分 就是等等吧 我们面对社会的广泛批评 他们感到深感自责 还有一些错字的 那个什么门 错字门呢 错字门呢 他认了 认为这个错在纠错不够及时 事情发生在具体部门 和承办人 跟着还在院领导 这是自己把责任担起来 但其实我觉得这个政院长 坦白讲 我是替他有点冤枉 为什么呢 因为他其实上台不是太久 他等于是接 他今天发生这个问题 都不是一日之寒 都是其实建国以来故宫 就一大堆古灵精怪的东西 在里头 然后一直延续到现在 整个体制变化的过程中 他等于来接了一个摊子 这个摊子里面 到底是有什么东西 有什么问题呢 那整个是延续下来的 因为我觉得你比如说 像有一回我们不讲 清末的时候 大家都说故宫 是什么样的状况 就当时像溥仪师 那个说法 就是虽然好像 他是当皇帝的 宫里头有人怎么样 但现在太监不管那么多 这倒卖东西出去 就是故宫的光荣传统 清末以来是太监卖 现在是管员卖 做皇宫的时候都这样 就这样 那个时候是末世之相了 你知道因为溥仪的 你知道你刚才讲 这个私人会所这个门 叫建福宫吗 这个建福宫啊 是很有历史的 当年溥仪发现太监们 把文物带出去 带出去卖 丢了很多 丢了很多之后呢 然后这个溥仪就要查 查呢 太监就把建福宫烧了 对 一般认为是太监烧的 就纵火 就是今天所谓会所 就是今天搞会所 听上去像陆顶记 对对对 听上去像陆顶记 进出宫很方便 听上去像毁宫灭迹 但是我跟你说 根子真是在院领导 我说的不是正院长 根子真是在院领导溥仪啊 当时的院领导 就是皇帝了嘛 溥仪是坚守 他当然这玩意很难说 人家认为那就是人家家的 这是他家的 对人家家的 所以呢 我家里叼了东西 他自己都往外顺 自己往外带 通过他的弟弟嘛 带了很多东西 因为他那个时候 要到满洲国嘛 要到东北嘛 带了很多东西出去 其中好像包括一些很有名的 这个比如说 韩西仔夜宴图 什么都是 那么就是 所以你知道 今天这个文物行里啊 他有一个词 叫东北货 什么叫东北货呢 就是当年搬到满洲去 搬到满洲 他顺出去的东西 所以这东西不用说啊 有没有 你咱们都去过故宫啊 故宫的仓库 谁进去过 我没有进去过 我也没有 但是呢 有人自称进去过 当然这社会上 穷牛气的这个 虾白货的也有啊 所以我姑且认为啊 他说的是错的 但是如果他说的是对的 我们需要当心 就是说啊 有人就说了 我去过我去过 他说你到那库房看 具体细节咱不说了 就蒙尘呢 蒙尘呢 尘土满面了 好啊 说明多年没人动啊 还没动到他 蒙尘是好事情啊 没错 那这个事 这些人不可靠吧 我觉得说 这么多人都说进去过 这个玩意啊 咱们对这个故宫博物院 当然是也很尊重 人这么一级单位 但是呢 我是觉得这个东西啊 可不是谁家的东西 对吧 你也得 我去过一个仓库 不是故宫的仓库 是那个芝加哥 有一个文艺多读书的 Art Institute 他那个时候筹办东方馆 很有名 在那个东方馆 还没开之前 他就有一个仓库 那个仓库 那个时候是 我们是跟刘凡 Henry Ruth Foundation 我们就跑去看 那个下面呢 很漂亮 然后他下面专门雇了 好几个博士 就是外国人啊 美国人啊 就是读这个 这个专业的博士 我是在那里 我这个说来很难为情 我这作为中国人 我是在美国的 一个地下室里 亲手摸到了宋代的 元代的这些东西 然后当然了 你在我的眼睛里看来 都是帝国主义侵略的证据 因为那些东西放在那里 它都标着 我们一九零二年 在天津一个火车站 买来谁买的 多少钱 一九一几年 在什么地方 当然在我的觉悟 可能都是帝国主义的 略夺对不对 他倒没有蒙成 倒是整得非常 现在好像都开放了 不开放了 就是说我这个人啊 这种政治觉悟不高 但是我真是觉得 我也见过咱们 有的图书馆 姑且别说故宫 我不知道是不是 你就看他这个库房啊 他保存这个文物的 这个情况啊 我当时心里横生一个 可能很不理智的想法 我认为这个东西 放在大物大英博物馆 更好些 哎呀 你知道就是说 怎么讲啊 咱们说这个价值 对吧 世界上有很多价值 但是这个价值 要排位的 要排位的 对吧 哪个是第一价值 比方说啊 好比咱们假然说 这个蓝庭集序 或者说是中国的 一个什么文物吧 啊 这个文物啊 我认为第一价值 世界文化遗产 全人类的价值 对吗 好 你说养我国威 我爱国主义 是 这是第二价值 我认为就是说 也就是说 这东西是你们国的 那么当然 在你们国保存着 这最好了 这是良好并一好 可是如果价值之间 发生冲突了 你们国家给毁了 你们国家给没保存好 你们国家给丢了 那么这个东西 在哪好 我跟你举个例子 我也去过一个 也不说孤隐其名了 一个著名的博物馆 一个地方博物馆 它的馆场很出名 但是因为他们有 许多南北朝时期 北朝重要的一些的 产品 那我第一次去呢 就是有一些官方背景的 接待团呢 什么人家馆长 很郑重出来接待 我进去看到 他这个馆的中间的 中院的门口 有两座就是 北朝时期 很重要的青铜雕 暴露在户外 没有任何盖子 什么都防护都没有 日赛雨林 这还是十多年前 才挖出来的 我说这东西 就这么放着吗 这不太好 对对对 我们要改进改进 一年之后 我姻缘忌惠 又去了一趟 还在那 他就不会管了 所以我前几天正好碰到一个考古学家 中国一个相当有名的一个考古学家 他跟我说 他说中国现在最缺什么 一来缺考古专业人才 二来呢 都去曹操牧了 不晓得了 现在还缺一个东西 就是文物的管理跟修复 这一块上头 它是意大利 一个普通的一个地方上的一个研究院 或者一个文物管理机构 里面具备的那种专业的文物修复员 管理员 那个人数 就是全中国合资格的 这个人数的几倍 是全中国 它是意大利的地方 因为这个东西意大利做得最好 大家都知道 意大利的文物修复是全世界最专业的 它培养大量这个人才还输出 那我们中国呢 现在干嘛呢 这几年一天到晚就炒到这个东西流落海外 我们倒卖的人才 对不对 那十二人头动物的头 我们这个很多 流通业发达 很多地方弄的这个保护维修啊什么的 归阶一句话啊 就是给老房子刷漆 给老房子 干贸工程嘛 再输一层 咱们再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真的 你讲 要发牢骚我也有 我去故宫最不满意的是 太和殿前面那个铜牌啊 介绍那个牌啊 下面写的就是这个牌是 美国运通之主 而且英文是 made possible by America's press 我这个看得真是火大死了 这个我们太和殿的一块说明牌 要美国运通来 来来赞助 由他来做 那你故宫贪这个钱干什么 这中间不知道谁拿了什么好处 就是说 这个好几年前了 我觉得这可能就真的是自己不够钱 对 多种经营了 其实故宫啊 并不是大家想象中那么有钱的 就中国 他也不能卖两件 中国的这个很多文物机构 中国你知道现在很奇怪 我们的教育经费是长年偏低 是大家都知道 占这个GDP比例 而且是违法的 因为理论上讲是违法 因为中国早到20年前定出了一个教育经费的一个比例 20年来从来没达到过 我们的文物管理图书馆各方面经费 其实都是长期不足的 那这就问题就讲大了 我们守着世界上最大历史最老的一个皇宫 这是全世界现在保留的最好的皇宫 我们前面是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广场 何等遗产啊 我最近去那个东宫啊 我就感受特别深 他们就是从彼得大帝那时候开始 到今天他有心把他作为他们民族的一个象征 就是说所有人你要找俄罗斯文化 而他这个比较大帝就是向西方学习 其实我们进来看 里面设计师是意大利人 里面的东西是非常艳熟的巴洛克风格 这个叶凯特林纳二世 伊丽莎白都搞得比欧洲的东西更欧洲 有点像我们中国今天 就是摩天大厦改的比西方更西方这样 全盘西化 但是他今天的人 今天的人他把这个皇宫是作为他的一个 因为他里边既有艺术又有政权 又是皇宫 我觉得可能是这个政院长 怪不得这个政院长 我们故宫是个什么级别 我不知道他行政上是个什么级别 我怀疑这个级别不够高 县团级 可能比不上地税局 我觉得故宫应该跟中科院一个级别 至少跟红市 中科院你以为就好吗 你没听说最近中科院院是备选那个事吗 但是总之我觉得我们我们有一个很奇怪的后来有一个一个民族想象的策略就是把焦点集中在前面的英雄纪念碑天安门广场就是前面这一块是我们新中国而后面 这个是一个故宫 这是一个过去 就留下来好像相对来说 但是其实你知道 对中国人实际上来讲 后面这个几百年 这个东西是 你想不要都难 这个是我们民族的 想象的一个最核心的东西 比你前面几十年盖的建筑 几十年盖的 现在我一看 这原来是 斯大林时期的 苏氏的风格 后面这个东西 才是我们的 这个全世界来看 你没办法 所以在大的角度来讲 要是他们经费不够 那不应该 那我们每个人民 都有责任 你说是不是 咱们给红十字会捐钱 让他们捐故宫行吗 红十字会要设故宫专项 肯定这个会受欢迎 可是你要了解 就是今天我们中国人 对待我们历史文化遗产 那个态度是什么 就比如说你见到 有时候有些地方政府 它明明有一些 挺好的古建筑或什么 让它坏 让它烂 它都不管 它宁愿拿钱盖一个新的 像横店影城寺的东西 那么来搞一搞 那其实另外也有 当然有些 我们很激情的 很值得赞赏的民族主义者 也会常常讲民族尊严 那我们这个民族尊严是什么呢 就是一条 看起来很漂亮的裤子 这裤子里面那条内裤 是烂到又臭又黄的 这就是我们故宫前面 可以装点的很漂亮 里头怎么样 那不重要 我们今天对待我们民族遗产 那这个是不是民众的问题呢 我在想我们不能 也许就是今天我们中国 只是不能怪当局 因为我在杭州看到一个 很叫我心寒的景象 因为柳河塔 那有上千年的历史了 参观的人屈指可数 很少 可是那个新盖的雷锋塔 刷新的 哇烧香 你晃得不得了 是 你说这些人 这什么文化程度 其实当然啊 就是说你们说的都是很深 很大的问题 我觉得啊 有个专业人士的问题 就是说你比如说博物馆呢 它是个专业 对不对 第一 你有深深地爱嘛 对吗 第二 这玩意是很专业的事 是不是我们的专业人士不够 或者说你的水平啊 不够高 工资不够高嘛 待遇不够高嘛 你吸引不到人才 我跟你讲 举个例子 徐老师 咱们夸上海 上海博物馆不错 对吧 虽然我不喜欢 它外面那个楼啊 但是里面东西 里面它的陈设 保存 我还没去过 你上海人的骄傲 我到处跑 这上海中好 做的中好 上海管的这个书画 这方面 你知道啊 原来跑马厅的广场上 他就跟这个 人民广场上 就外表跟你顶 是 你进去看啊 你比如说他那个人走过去啊 人走过去 这个灯啊 都是自动感应的 花就亮了 然后你一走 因为那个书画 它不能老照射嘛 人一走自动灭 而且呢 就是干净 而且你知道 很多东西啊 要照我讲啊 就跟那个盆景似的 你扔地上 就是个烂树根 你给它装一个好的画框啊 它就是 你看到它了 你知道吗 你比如说 西安的 碑林博物馆 碑林博物馆呢 你过去以为 就是看那些碑是吧 现在它有一个石刻艺术馆 是最近这些年来啊 它收集的很多 像北朝的 北北州啊 什么的 石刻 很多 很多 而且你看 人家建的 非常好 说实在话 跟上海博物馆的 那个陶瓷馆一样 你知道吗 你进去是黑的呀 人很喜欢停留在那里啊 灯光 打在上面 晶莹透亮 这么一个东西 它被突出 被照亮 你知道吗 任何一个 哪怕是外行 你进去啊 你都会有一种 神圣的憧憬感 比那个风吹日晒雨淋 那个烂石头 你咱不 你要不懂的人 那玩意就是烂石头 可是我怎么听说 这个兵马俑 现在外国人都可以下去 跟他抱着拍照 我们见过 说是不要下去拍照 外国人下去 对 外兵优待 中国人这个 所以这个兵马 这个我觉得 我们江江大国 跟外国 开放 开放 开放兵马俑坑是吗 江江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现在你刚刚讲级别问题 我们要用 看什么概念来讨论 如果你把它纳入一个国家行政体制 政府机器内来排级别的话 故宫恐怕怎么排都不一定能排太高 但是假如我们在立法上赋予他一个独立的 但是当然是属于公共的一个法人地位 因为其实全世界很多国家级的博物院或博物馆 都是这样子 是一个独立的立法给他 他应该还应该是一个学术机构 他可以带研究生 一向都是 好的博物馆一向都是学术机构 然后他做了一个独立的立法法人机构之后 他就负有法律责任 就他对很多事情很多东西 他是要负法律责任 那么同时又由于他是个法人地位 他具备一个什么好处呢 就是比如说一些国家的其他的政府官员 不能够用级别压他 他是独立的 你哪个级你手都伸不进去 你搞不了他 另外一方面又由于他是个独立法人地位 可能有一个一定的款项 是每年按比例要拨给他的 但同时他可以公开的对外筹募捐 现在比如说故宫有这么一个情况 你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就刚刚我们说捐钱给他们 怎么捐 你没有考虑这个问题 你比如说像你刚刚讲美国运通 我们不知道那是怎么搞定的 但是你作为一个中国老百姓 我们深爱自己文化遗产 说我今天想捐钱给故宫 弄了什么东西 这个门路在哪里 你没有注意到 你是没有的 其实是 国外的博物馆 听说那家好多大财团 那都是他的叫什么金主 还是什么什么 你别说你很简单 你去纽约 Metro-Barliton 所以罗浦宫 他都会就入场 你买门票的地方 他都有表格给你钱 你要捐钱 或者怎么样捐他某个计划 清清楚楚 你别说今天去故宫 我们中国老百姓 我太爱这东西了 我想捐点钱给大家 你们穷啊 这个仓库没弄好 我捐钱给你们请人弄 你有办法吗 但是我问到 我跟你讲 就是即便咱们有这个心 但是我认为 现在社会出现一什么问题 你需要重立这个信 对不信任 信 就是全国人民 咱号召给故宫捐钱 你认为全国人民放心吗 不是 你如果说都捐给 红字日会给他 也许大家不放心 直接捐给故宫 可能还好点 对不对 你OK 太和店旁边放一箱子 你钱丢下去 待会一回头开 一小工作人员 该的拿走了 你还不是白大吗 对不对 他照样Starbucks 照样运通 所以为什么说 最可怕的这个危机 是信任危机 这个信任危机 一旦弄了 我发现都没法回头的 最后会搞成 你哪怕是一两民 你哪怕是没问题 全的人认为你有谋逆 对吧 那你这个事情就很难搞了 对 你听说了吗 红十字会 是在某个省啊什么的 最近几个月啊 那真的没什么人捐钱 你怎么重建 完全没钱 你怎么重建 完全没钱 对吧 可是这个东西最后害了谁啊 其实还是害了需要帮助的人啊 没错 是吗 而且老百姓自己 你也断了这条路 你也没法去 但是问题是 他对重要的问题都不回应啊 现在不断地提问题 因为他参与各地的房产 他以红十字会名义去修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